7月21日至23日,2023年第二届天门山云纵天梯跑酷大赛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举行。 80余名海内外跑酷爱好者参与角逐。 作为中国极限运动的胜地,天门山有一条跨越999级台阶,全长近300米的天梯赛道,分五缓四斗,共设置108组障碍道具。 来自波兰、英国、德国等地的国际跑酷运动员作为特邀选手参与大赛,与中国选手同台竞技,共同挑战天梯之难。 比赛现场,999级天梯成为跑酷选手们炫技斗秀的舞台。 他们接连展示空翻、转体、落地翻滚等技巧,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和直播分享,也让海外选手见证了中国跑酷运动的发展。 在技巧赛预赛中,来自广西的老将腾高正以高难度动作和稳定发挥取得第一名。 他认为天梯赛道不仅是对体能的极限挑战,也是对训练水平的检验。 只有不断训练,拥有扎实功底,才能征服999级阶梯。 腾高正表示,中国跑酷大赛逐渐走向国际,他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跑酷运动。 国外的选手,包括有世界杯的试锦赛的竞速的冠军来到我们的冠军赛。 所以这一次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,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交流机会。 我们也都会有这种动作之间的沟通。 他就比划一下,跨用力或者说是很高的,你就能理解。 这也是水平相近的人能理解。 这也是倾气的魅力,倾气就是交流。 竞速赛选手商春松来自湖南张家界,曾任中国女子体操队队长, 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获得团体项目季军。 他向记者介绍,体操与跑酷有相同之处, 但一些动作细节却大相径庭,需要通过训练来适应。 商春松说,他很开心自己的家乡张家界能连续成为世界级跑酷大赛主办地。 第一届我也参加了,但是今年第二届我觉得就比第一届, 我就会热闹很多,就是我希望张家界可以多多举办这些赛事。 我也希望他们能去申请举办体操的赛事, 我就能回到自己的家乡来比。